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跌血宫廷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腥风 让我们翻开大藏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 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遍地愁 龙争虎斗 既是休 抬头无跃处 再看凉堂 进汉州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 咱们说到朝堂之上 战和两派针锋相对 争论不休 牧宗朝廷无所失从 这战和两派各种争 牧宗朝廷在这里边也确实没法抉择 不过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 宣武下侠的宋伯颖三周 因不服礼界相继上表 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 牧宗非常高兴 这才感觉到 这主战派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 李逢吉随即向牧宗献祭 征召李届入朝担任禁军将领 然后命议成节度使 韩冲转阵宣武 如果李届抗命不遵 就命武宁镇与中武镇东西夹攻 再由议成军从北面攻击 韩冲一定可以顺利服人 牧宗是一计而行 李届果然是拒不从命 到了七月底 牧宗下诏逃伐 命中武节度使 李光严等部对宣武发起进攻 李届发兵抵御 却屡战屡败 到了八月中旬 李届在幽剧当中是一并不起 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了兵马使李志 李志历来倾向于朝廷 于是再度发兵 杀掉了李届 并将其挥下所有反叛将领 全部驻杀 最后把李届四个儿子逮捕 一起压赴京士 随后 韩冲顺利服人 并驱逐了一千多名参与李届叛乱的士兵 迅速稳定了宣武阵的形势 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 终于得以平息了 长庆二年下半年 各地又陆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电 索性呢 都被及时的给扑灭了 没有酿成大的祸 可是到了这一年冬天呢 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 却让整个长安城的气氛 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什么事啊 他们老李家的遗传病 又犯了 穆宗李恒中风了 天子的病是因为一场马球赛而引起的 十一月的一天呢 穆宗和宦官们在宫中打马球 一个宦官不慎从马背上跌起来 穆宗受了惊吓 随后就中风瘫痪 卧床不起了 天子卧病在床 一连数日不能上朝 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 不免是忧心忡忡啊 此外更让朝野上下 惶惶不安的是什么呀 这穆宗可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呢 帝国还没储君呢 无论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 那么这个时候都必须早立太子 这是人们唯一的想法 于是宰相屡屡屡上书 请求入宫朝鲜 但是都没有得到答复 这种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裴度 裴度年初虽被霸相 但仍以幼谱业的身份留在朝中 如今恐怕也只有像他这样 功高薰柱的元老重臣 才有资格见皇上一面了 经朝臣请求裴度呢 是连上山术 要求策立太子 并请皇帝接见大臣 十二月初五穆宗终于被宦官 用大绳床抬了出来 在紫臣殿呢 接见了载着大臣 虽然说天子的脸色异常的憔悴 行动能力也尚未恢复 但是看见他神志仍然清醒 众人总算是稍感安心的 不过太子是无论如何 都要赶紧策立的 裴度和李逢吉不约而同的 向牧宗提起此事 当然了两个人的出发点 是截然不同的 裴度考虑的是让皇权的 平稳过渡和设计的安危 而李逢吉则是想趁此机会 抢一个定策之功 所以两个人的劝谏之词呢 也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 裴度说的是什么 是请速下诏 赴天下望 李逢吉不仅极力劝警 还提出了具体人选 景王一掌请立为太子 景王就是牧宗的长子李战 此时呢年仅十四岁 尽管说载府重臣请立太子的 要求非常强烈 可在整个接见过程当中 牧宗李衡却始终呢 不知可否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牧宗的心情 无疑是很悲哀的 因为他才多大呀 牧宗到这一年 中风这一年才二十八呀 正值青春年华 可宰相劝他撤立太子的时候 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情 就好像他是一个 马上就要死掉的 八十二的老人一样 不过这也怪不得宰相们 因为李衡知道自己已经废了 更何况他也知道 死神在拜访一个人的时候 绝对不会事前征询他的年龄 所以不管多么不情愿 他都只能认命啊 随后的几天 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 请立太子的奏书 又像雪片一般飞进了宫中 目中看着那些奏书 知道自己已经是别无选择了 十二月初期 一到诏书班下 锦王礼战被立为太子 接下来的整个 长庆三年公元八百二十三年 朝野上下都没发生什么大事 帝国貌似一片平静 河北三镇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 但是呢 所幸的是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 并且自从朝廷平定宣武之后呢 各地藩镇似乎也收敛了一些 叛乱势头暂时得到了遏制 在这方面总算是让朝廷暗暗 松了一口气 可相形之下 朝廷内部的情况 却是不尽如人意的 朝堂之上 李逢吉独揽朝政 极力排斥一几 于这一年八月把裴渡 逐出朝廷 变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而在内庭 宦官王守成本来就因为担任 疏密使一职手握大权 此次更是趁着牧宗病重之际 彻底成为了天子的代言人了 李逢吉和王守成就这样互为表里 联手控制了整个帝国的朝政 牧宗的病情在这一年没有进一步恶化 让满朝文武稍感安心 可是呢 天子随后便要染上了一样新毛病 不仅让人们的心头 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喜欢什么呀 天子喜欢上了长生树了 开始频频的服用金石 只要这就是找死 就跟当年献宗一模一样 有的时候这遗传的力量 那真是不可思议 人们对三年前发生的献宗 身上的那一幕 记忆犹新 献宗之所以英年 早逝正是不顾一切追求长生的结果 如今天子李衡 再次走上了乃妇的这条老路 其下场是可想而知 长庆四年正月初一 公元八百二十四年 牧宗在韩元殿举行朝会 准备恢复因病忠措的例行造朝 可是李衡绝对没想到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鸾殿之上 正月二十 牧宗旧病复发 短短两天后病情迅速恶化 只好紧急下令太子监国 当天傍晚 刚届儿立之年的牧宗李衡 夹崩了 二十三 李逢吉自命为摄总载 即摄政大臣 二十六 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战 在太极殿即位 是位唐靖宗 牧宗朝的短暂历史就这样浮皮潦草的翻过去了 面对高高坐的金鸾殿上 这尚未成年的新军满朝文武未免有些忐忑不甘 因为大唐开国二百余年来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年轻的皇帝 说白了 这李战还是个孩子 宝经沧桑的大唐帝国将在这个孩子手里边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是不敢预料 自从裴渡和袁枕霸相了之后 李逢吉便在朝中一人独大了 其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了 于是 朝臣当中实施务者纷纷偷靠 很快就在李大人周围 结成了一阵容强大的死党 这个死党以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为首 麾下有张又新李绪之张全宇等人 号称八官十六子 所谓八官就是说李仲言等八人 是这个死党的核心层 若有人想求李逢吉办事 必须先贿赂他们 相当于八道关卡 李仲言等八人 另外还有八个手下 所以统称叫十六子 八官十六子 面对权势熏天的李逢吉一党 多数朝臣都不敢招惹 只好截身自豪 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刚职不阿的人 始终不买李逢吉的账 比如说 汉林学士李深 自中唐以后 汉林学士就是相当重要的职位 很多宰相都是从汉林学士 这位子上提拔起来的 所以中晚唐的汉林学士 常有内向之称 最典型的就是 德宗时代的贤相录制 当初穆宗在位的时候 李深就深受天子的信任 每逢穆宗跟他讨论朝政 他都会不失时机的贬义李逢吉 此外 凡是李逢吉有奏表定性宫中 只要让李深看到了 通常都会利用自己内向的职权 不动声色的将其否决掉 对于这样一个处处跟自己叫板的人 李逢吉自然是恨得压根痒痒 所以早在冬天的时候 他就曾经精心做了一个局 想要把李深搬到 那是长庆三年九月 于是忠诚一职出缺 穆宗让李逢吉推荐人选 李逢吉二话不说推荐李深 他理由是什么 李深秉性政治为官 清廉正式肃清正风 维护朝廷刚级的不二人选 这当御史忠诚太合适了 穆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当即批准了 此时的穆宗当然不会想到 李逢吉这在给李深下套 他们李深知道御史台 目的就是要看一场好戏 当时御史台的一把手 那是鼎鼎大名的一个人 谁呀韩玉 而韩玉跟李深的是同一种人 性情刚直 眼睛里从来不揉沙子 很多人都知道 宪宗末年 韩玉曾经为那篇著名的 剑影佛谷表 差点被宪宗砍了脑袋 多亏裴度和崔群利剑 这才救了他一命 长庆三年六月 韩玉从利不侍郎 调任经兆尹 在他之前进军一贯在京师 是作威作福 过去的经兆尹都不敢惹 可是韩玉一来 进军一下就变乖了 纷纷在私下里敲我杠架 我告诉你啊 这姓韩连佛谷都敢烧 咱们千万别犯他受伤情 韩玉当时除了经兆尹 还兼任御史台夫 按规定呢 由此兼职的经兆尹 不仅要在本衙门办公 还要在某些规定的时间 到御史台去做班 称为台餐 李逢吉就打算 在这里边做手脚 让李申和韩玉 这俩人去死客气 李申刚到御史台上任 李逢吉马上通知韩玉 不密台餐了 别来了 李申不知道这回事啊 一连几天发现 顶头上次不来上班 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他是御史中成 他是这个这个是吧 这个御史台夫啊 对不对 就给韩玉发道公 韩人怎么回事啊 还不来上班 韩玉有宰相特许 当然有理由不去了 于是俩人呢 便在来往回韩当中 公文当中呢 这就大起口水仗来了 双方措辞都很强硬 最后闹得沸沸扬扬 满朝皆知 李逢吉随即上奏穆宗 说李申和韩玉身为大臣 竟然为了如此 这么小事就撕破脸面 实在不堪为群臣表率 利应贬折呀 穆宗也觉得啊 这李申和韩玉 俩人太不实大体了 于是乎呢 把韩玉变为兵部侍郎 李申呢变为江西观察室 到了这一步 李申和韩玉 才不约儿童的意识到 他们被李丰吉给瞎了套了 随后两人便以上词谢君 为这个名呢 入宫进监 穆宗也一息感觉 事情有蹊跷 就让他们把事情来龙去脉 详细讲了一遍 所以有些事啊 你必须得当面罗对面谷 对不对 你不当面罗对面谷 你想让别人 你就闷着说 他肯定会知道 不可能的事情 事情摊开之后 这傻瓜也知道 问题出在哪了 穆宗当即收回成命 该人还为利不侍郎 李申为护不侍郎 惊心不懈的局在 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李逢吉呢 当然不甘心了 长庆四年 正月穆宗驾崩 静宗即位 李逢吉一边 庆幸李申的靠山倒了 可一边呢 却不免担心 新军会债度重用李申呢 所以为了彻底摆平 这个死对头呢 李逢吉召集党 与日夜密谋 最后终于想出了 双冠七下的办法 第一 要破坏李申的群众基础 让满朝文武都记恨他 第二 一定要破坏领导 对他的信任 让新军理债厌恶他 从古到今呢 一个人要想在官场混得好 都需要群众基础 和领导赏识 这两大前提 李逢吉的这个策略 显然是要把李申的官场根基 连根拔起 当然了 要达到这个目的 必须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首先李逢吉收买 李申的一个族子李渝 让李仲言 张又欣等人配合他 在朝野上下 大造舆论散布谣言 是在暗中侦查百官 凡是经常聚的 一起讨论时政的 都被他以交接捧党为由 列入了黑名单 然后再承报给天子 由于这件事 是从李申的族子 嘴里说出来的 所以很多朝臣都信以为真 自然就对李申 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这第一步可就大获成功了 李逢吉随即展开了 第二步行动 请全患王守成帮忙 想办法在新天子面前 摸黑李申 随后的一天 王守成找了四下无人的机会 对小皇帝就说了 说陛下 您是否知道 当初是谁 用立您为储君呢 小皇帝不假思索宰乡啊 王守成又问到 哪个宰乡啊 小皇帝一脸盲 人都不知道啊 王守成一乐 话啥 这件事的内情 没有人比臣更清楚了 陛下您之所以能登临大宝 全凭李逢吉一人之力 至于杜元盈 李申这些人 当时都是想拥立身亡的呀 小皇帝虽然说年龄不大 但是他不傻呀 他听了王守成的话之后 始终是半信半疑 李逢吉随即加紧攻势 让李徐之等人接连上标 一再陈述相同的意思 最后李逢吉亲自上场 对靖宗说了 说陛下 李申此人心怀不贵 终将不离于皇上 必须加以辩证 深暗全数奥米的人 通常也深暗人心的奥米 作为全数高手的李逢吉 很清楚什么叫做 三人成虎 众口朔金呢 所以他坚信 谎言重复一千遍 就能成为真理 小皇帝里战毕竟还是小啊 顶不住李逢吉一档的轮番轰炸 最后终于将李申逐出朝廷 贬为端州司马 今天广东赵庆史 李申被贬当日 李逢吉率领文武百官 入朝乡敬宗道贺 极力称颂天子英明 出宫之后 百官又赶紧来到中书省 向李逢吉道贺 极力称颂宰宰相英明 满朝文武当中 只有少数人 没有参与到这场闹剧 因为他们还没有 丧失其骂的良知 然而在这个充斥着 阴谋和谎言的世界上 良知 很多时候 只会给人带来厄运 在李逢吉看来 不参与道贺 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而在如今的朝堂之上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 即便说这种反对 只是在心里 那么接下来 李逢吉究竟是如何 对付那些 也没有来向他道贺的朝臣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